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杜克大学 北卡州立大学等等 一共八所大学院校 靠着高等学府跟政府还有企业共同合作 原本吊车位的北卡罗来纳州一口气挤进前段班 今年工作以及经济成长的幅度全美排名第四 波洛家的长子陆克就是北卡州立大学的学生 看上的是这里的教育资源还有就业环境 未来并不打算到其他地方寻找发展机会 路科会有这样的底气从数据上就能明显看得出来 北卡三角研究员区的家庭薪资中位数超过八万七千美元 比全美的薪资中位数还要高两成 失业率也比美国平均数字要低 波洛一家所在的洛里区更是今年被评选为 应届毕业生最有前途的就业区域 从90年代就搬来三角研究员区的波洛一家 最能感受到其中的变化 洛里区的交通基础建设也很完善 当地机场在2023年被评选成为成长最快速的 50大机场之一 就算不投入高科技产业只是想开个小店 也有很大的商机 北卡在2022年以及2023年被评选为最适合从商的区域 2024年也是拿到第二名的好成绩 三角研究员区的教堂山更是被认为 最适合商业发展的城市之一 北卡最大的利多还有税率低 所得税只有2.5% 号称全美最低 甚至准备在2030年打出零所得税的号召 但当地还是有很多基础建设 尤其是房产的需求跟不上大批移入的人潮 也让当地房产的价格已每年超过两成的成长率飙升 但专家认为比起房产已经过热的城市 三角研究员区的房产价格还是相对亲民 随着高科技企业扩大投资 明显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据比别新闻综合报道 而这次大选当中还有一个胜利者 那就是马斯克 其实从选举前就已经跟川普形影不离 到选后也是如此 还被大家形容好像比范斯更像是川普的副手 而我们现在也看到了 选完之后两个人真的是变成超级麻吉 尤其我们看到的是马斯克旗下很多的企业 都是深陷在美国政府的调查当中 所以他现在紧抓着川普 也被视为是在为自己解套 全场支持者围绕着川普等一行人高喊USA 没说还以为还没选完再造势 但这其实是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 举办的UFC格斗赛 也可以说是川普与他的好朋友们的 一场聚会 只见川普心情好到跟着跳YMCA 现场更有死忠支持者们促勇着 包含刚获得川普提名卫生部长的小罗伯甘奈迪 还有现在川普的最好麻吉 马斯克 两人时不时焦头接耳 马斯克笑到脸都红了 看得出来聊得有多融洽 同行的众院议长强声也拍下 连在川普专机上 马斯克都卡位在川普身边 CN鸣嘴嘲讽 马斯克现在堪称川普第一Mudji 两人亲密程度可能会让川普真正的搭档 范斯很不是滋味 因为在外界眼中 马斯克比范斯更像是川普副手 从开票日当晚 直接晋升川普全家福行列 到后来川普都开玩笑说 不管走到哪儿 马斯克就在哪儿 而且和过往川普对待支持他的金主 很不同的是 这一回川普很愿意吹捧马斯克 让他享受自己支持者的掌声 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马斯克本身 也是自带光环的人 马斯克虽然争议多 但是有一群死忠支持者 而他的SpaceX 创下了成功回收火箭历史一刻时 也被川普拿来输罪 学者分析对川普而言 马斯克的成就刚好符合他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 两人是一拍即合 但问题是马斯克的公司 Tesla X 以及SpaceX 现在都是被美国政府调查的对象 特斯拉全自动辅助驾驶 FSD系统的多起车祸 导致美国监管机构 要调查240万辆车 特斯拉今年5月也被指控 又误导投资人嫌疑 涉及诈欺 SpaceX则是被爆料 非法拒绝 雇佣难民 以及寻求庇护者 还有离职员工爆料 遭到非法解雇 另外 马斯克收购Twitter的过程 有瑕疵 被美国证监会指控 违反证券法 可以说是官司一箩筐 现在马斯克和川普走得近 是不是代表以后有关系就没关系 可以为自己的公司解套引人揣测 另外就是马斯克也把手伸到外交这一块 和泽伦斯基通话还见了阿根琴总统米雷伊 纽约时报更报道 马斯克还见了伊朗驻美国大使 其中传言马斯克能固定和普清通话一事 已经遭到俄罗斯克里姆林工正式否认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 俄罗斯大众对马斯克的印象分还不错 马斯克借由川普让自己的影响力更上层楼 只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川普对待好朋友们通常是有保鲜棋的 和马斯克的蜜月棋有多久 没人说得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全球现在近零碳排新起 但外界现在忧心 恐怕会冲击到传统的电子产业 会导致很多人因此失业 对此环境部就表示了 全球的碳排是一个全球的趋势 那么全世界都往这个方向去 势必会有一些短期的冲击 但会协助企业转型 甚至有机会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 讲的身处公司的情况 在电子制造业上班的王小姐 深深有感 面对近零碳排趋势 公司正在进行调整 也在组织结构上有了一些变化 那首要的话 我们就是对一些机器设备 做的太久换新 提高它的使用效率标准 那再来的话 我们针对我们的能源管理系统 也做了优化动作 也就是所谓的智能管理 那在这样很多都属于 比较自动化的情况下 那我们对人力的需求就降低了 所以公司其实都陆续有 传出要裁员的风声 其实近碳排这块 对原本有高能力需求的 传产跟电子产业 真的是蛮冲击的 王小姐表示 电子制造业近来 增设了新型的设备跟制程 的确冲击到第一线 设备操作跟组装人员 同时公司也推出不少内训课程 包含静零和碳盘查技术 明显感受到静零碳排 对企业的转型影响力 近日环境部也依据 碳审会决议的费率建议 核定碳费费率 公告完成之后 预计明年1月1号就会上路 那这个有些工作 的确会有点影响 人工智慧 有些传统的工作会受影响 但是也增加很多新的工作机会 像我们环境部 我们有跟伊林寺合作 我们有算出来 现在我们新的工作机会 关于静零或是永续方面 一个月大概都有 2200多个工作机会 而且每年大概成长5%以上 而且它的薪资 平均薪资是 大概有55000块 所以比一般来说的话好很多 环境部表示 最新的碳费公告 针对碳排量超过 2.5万吨的大户 一般费率每公盾300元 优惠费率A 每公盾50元 优惠费率B 每公盾100元 正式宣告我国迈入碳电价时代 然而劳动部表示 电子领主建业 2025年 失业人口恐怕超过4万人 对此环境部表示 碳费征收 对国内经济影响相当有限 也是全球的趋势 近零12项关键战略 也以公正转型为主 学者的研究 他算出来说 2025年 他可能会有1万多个 电子的产业 1万多人会失业 其实我们必须说 这是一个学者的推测 跟实际上 整个转型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尤其这是一个模式的推估 他没有想到说 因为这个近零 一定是一个 整个全台湾的社会 甚至全世界 都是一个转型 转换 I think the initial plan is for what's called the Taiwan Carbon Solution Exchange TCX is for the exchange to purchase credits carbon credits from international suppliers and then they'll sell those to local firms that are planning to establish new projects in Taiwan and those new projects have to admit more than 25,000 metric tons of greenhouse type gases a year so in many ways this should drive future development to concentrate on green issues and make the economy more environmentally stable 部长表示 2025年 近零探牌 是全球共同趋势 势必要因应转型 虽然会对部分产业 造成冲击 但评估近零 跟绿林工作 人力需求 约增加2万多人 比劳动部研究报告中 失业人口1万多 还要多 同时也表示 已经跟劳动部 达成共识 成立跨部会 工作小组 协助因 近零政策 导致失业的劳工 辅导 再就业 建民碳排全球趋势 第一线影响产业不少 在失业率跟碳排放之间 天平两端取舍 主要着企业未来路线 TBS新闻交换文 蓝玉铭台北 采保报道 传出美国总统拜登 同意乌克兰可以使用 长城飞弹来攻击 俄罗斯本土 那么俄罗斯 下议院国家的 杜马议长 沃洛丁 他就表示 如果美国 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么俄罗斯 可能在乌克兰 部署新型的武器系统 那另外 沃洛丁 他是俄罗斯总统普清的盟友 他强调 如果基辅在美国支持之下 使用了长城飞弹来攻击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可能会在乌克兰 部署新型武器系统 这项举动 也会彻底来摧毁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传出的是 土耳其总统艾尔弹 也准备在G20会议期间 提出他的乌克兰和平计划 提议包含了 乌克兰放弃加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至少10年 战时不提供乌克兰武器 并且是在乌东军事缓冲区 部署国际部队 由于担忧的是川普上任之后 将会施压乌克兰 尽快的结束战争 甚至要求乌克兰让出领土 因此现在北约的国家 都积极在寻找替代妨碍 而川普最新公布的内阁人选名单 继国防部长之后 再度招揽福斯新闻人来入阁 提名的是前议员达菲担任交通部长 而且先前清点的国防部长 以及司法部长 也接连爆出了性丑闻 至于川普本人 则是透过了社群平台发声 他上任第一天 就会宣布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 而且不排除动用军队 来驱逐非法移民 美国总统党选人川普 内阁人士又有新进展 威斯康星州前共和党众议员达菲 被川普提名为交通部长 他的职涯力电丰富 是福斯新闻撰稿人 MTV节目的演员 还曾任ESPN赛事评论员 与地方检察官 而这已经是川普第二度 选用福斯新闻人入阁 没想到上周清点的国防部长赫格赛斯 被爆出性情丑闻 但赫格赛斯仍坚称双方是两情相悦 还有他的次亲也被质疑 与白人至上主义有关 身为川普的司法部长人选 佛州众议员盖茨 刚辞去职务 就被指控与未成年性交易 非法使用药物 以及不当守守利益 但盖茨否认一切指控 面对新内阁丑闻连环报 川普再宣布重磅消息 川普就想落实竞选口号 表明上任第一天 国家就进入紧急状态 启动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 非法移民驱逐计划 甚至不排除动用军方武力 来强力驱赶 TBN新闻总和报道 南韩经济不景气 过往热闹的首尔 主要大学商圈 空的店面越来越多了 许多民众也减少外出用餐购物 为了要提振内需市场 南韩的官方结合了地方商圈 举办韩国购物祭 大型的超市则是推出了 高价的韩牛海鲜 打折优惠 要刺激民众消费 超市还没开门 一大清早就排起长长人龙 这些人到底为了什么而来 平常昂贵的韩年换海鲜 一半价优惠促销 超市集满抢购人潮 不只是生鲜食品 其实熟食和酒类也大打折扣 那韩零售业界祭出年底前最优惠促销 南韩国内最大规模的购物活动 韩国购物祭也在11月9号登场 期盼提振内需市场 最新数据显示 南韩10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同比上涨了1.3% 这是三年九个月以来的最低涨幅 连续两个月呈现1%的顿化趋势 让南韩民众稍微喘口气 但是蔬菜价格比一年前上涨15.6% 是自2022年10月以来最大涨幅 制作新奇所需的白菜和萝卜 上涨了50%以上 生菜也上涨了近50% 番茄上涨了20%以上 对韩国人来说 蔬菜可以小吃 但咖啡不能不喝 在南韩拥有高市山绿的 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 今年8月才涨价 11月又再调涨冷饮价格 让星巴克粉丝难以接受 星巴克在南韩利润走减 小一涨价晚回 却也可能同时流失死中顾客 南韩的经济不仅其 从街头景况就看得出来 过往热闹的首尔主要大学商圈 空店面越来越多 根据南韩房地产院透露 离化女子大学所在的新村商圈 空铺率在今年第二季飙升至18% 和去年同比增加了近两倍 受高位加害利率上涨影响 店家付出租金关门 闲置地面增加导致商圈萧条 形成恶性循环 如果政府不出手 短期内幽灵店铺只会增加 商圈复苏遥遥无奇 TBN新闻综合报道 交通部观光署统计了 南投县的观光饭店 每晚的均价是超过14000 全台最贵 大部分高价的饭店 都集中在了日月潭的周边 包含了日月行馆 每晚房价是28000元起跳 另一家定价也是突破2万的 也是由集团来投资 由国际饭店管理品牌经营 其他像是韩币楼 云品 最低的房价 落在了1万1到1万6之间 无边境泳池纵览日月潭风景 不止公共设施景观美 旅客回到房间 一样能享受到 饭店总共92间套房 打开窗帘宽敞外推阳台 号称都有270度双坛 环绕视角 每个房间都有湖景 我们有一个阳台 加上一个泡汤池 都是一壶一窗 日月行馆位在日月潭 韩币半岛原指是蒋公行馆 以一碗32万的黄金套房声名大造 后来由汉莱集团接手后 在今年11月市营运 拥有无敌景观 房价当然也豪华 和日月潭周边的观光饭店比一比 日月行馆 每晚房价2万8起跳 韩币楼1万6 云品房价最低1万1 另一家也是2万起跳的 还有莉莉温德姆温泉酒店 一样是集团投资的国际品牌 由世界知名的酒店管理 美国温德姆集团特许经营 也是主打日月潭景观 不会刻意的去调整我们的房价 就是依照市场的一个需求 然后来包装不同的专案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提出一个 很优惠的或者快闪 或者像是我们旅展限定的 依据交通部观光署统计 南投县观光饭店 每晚均价超过1万4 全台最贵 房价是全国均价的3.17倍 不过其实一般的旅馆 并没有那么贵 每晚均价大约在3000块上下 房价排在全国第五 TV线陈家贵南投报导 川普当选之后 现在还没有提名 财政部长的人选 也引起了许多讨论 欧洲央行副总裁 戴金多斯就警告 担忧川普的支出计划 将会造成美国政府的预算 赤字扩大 也冲击到金融市场 尽管川普已经命令 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 负责来减少美国政府支出 但是戴金多斯认为 美国公共负债 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一百 政府的预算赤字 也接近GDP的百分之七 但是川普却说要减税 而且可能不会来缩减公共支出 这样的计划之下 很可能就会导致美国赤字增加 在市场引发疑虑 而就在外界担忧 都还没有缓解的同时 美国财政部长人选 是迟迟没有宣布 传出川普因为不满 财政部长人选竞争公开化 所以他已经开始考虑新的人选 包括了前联准会 理事滑雪 参议员 海格提等等 都在他的考虑范围 G20峰会的焦点 中国和英国元首 睽違六年多 终于荣兵会面 不过外媒 英国卫报 彭博就报导 英国首相施凯尔和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会谈的时候 是当面关切了黎智英的健康 结果现场的英国媒体 竟然是遭到大陆官员现场驱离 美国总统拜登 抵达里约热内卢 参加G团体峰会 各国领袖也纷纷抵达 包括法国总统马克宏 印度总理莫迪等人 普京这次缺席 警派外长拉夫罗夫代表出席 G团体峰会登场 隔天十九号 刚好是无二战争满一千天 欧洲出现反战示威 意大利民众举起乌克兰国旗 在俄罗斯大使馆示威 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尼遗双 则是在德国高举 普京式杀手的布条 带领民众抗议 法国农民则是再度发动抗议 整条道路挤满拖拉机车队 独住前往巴黎的道路 抗议欧盟与南方市场将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如果签下这份自由贸易协定 欧盟将取消与巴西 阿根廷 巴拉圭等国的90%关税 对法国农业可能造成威胁 农民将准车的会晤 直接倒在政府机构 垃圾也塞满大门口 法国总统马克宏 在阿根廷会见米雷一时重申 法国反对与南方共同市场签订协议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在福建厦门会面 那么宋涛重申了台独和去中国化市 行不通的 而会面前呢 王金平是到了福建漳州祭祖 由于这一场会晤 恰逢的是拜席会后 以及国民党主席改选前 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拜席会后 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 首位公开会见的台湾嘉宾 就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王先生 这次来 当然了 我也要再次强调 这个 表台独啊 是绝路 去中国化 这个 比较失败 厦门 与金门 是两岸合战的时代朔铭 而战争与和平 隔绝与交流 完全在与执政者的善用其心 而在建宋涛前 王金平先到福建漳州的白桥村祭祖 王金平在老家顺理成章用闽南语受访 现场的大陆媒体听得一头雾水 他的职与在后面提醒以后 王金平切换成了国语 王金平13号的时候才刚成立一个跨党派中道和平联盟智库 他坦言晚年的时候希望自己致力于台湾的和谐以及两岸和平 2025年国民党改选党主席之前 王金平作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 和宋涛的会面就显得更加令人关注 TVB新闻 大陆湖北的旅行团在香港搭地铁的手扶梯 结果有团员跌倒 引发了骨牌效应 多人都摔伤 另外是在湖北则是有14岁的少女 被百货公司的手扶梯拉扯之后 失去了重心压垮玻璃护栏 从四楼坠落之后送衣不治 山东这名年约14岁的长髮少女 16号晚间在百货公司餐厅外 一边后卫一边低头滑手机 她靠着玻璃护栏和扶手电梯连接处 大约4秒后玻璃栏杆脱落 少女一度试图想抓住手扶梯扶手 但最终没能抓稳 从四楼重摔落地死亡 目击民众表示 少女疑似靠在扶手带上 整个人重心不稳 失去支撑坠楼 少女家属冲到一楼 弹坐在地上崩溃大哭 地面上满是碎玻璃和血迹 百货公司开业才半个月 人潮众多却发生死亡事故 隔天百货正常营业 但玻璃护栏旁拉起封锁线 还安装了防护网 手扶梯意外也发生在香港 湖北旅行团十七号下午 在港铁监东站搭手扶梯时 一名团客突然跌倒 瞬间引发骨牌效应 所有人筛成一团 被救护车紧急送医治疗 TVBS新闻项明正猜一届 综合报道 而在中国大陆又传出豆腐扎工程 甘硕新建的道路水沟盖 竟然一敲就破了 施工人员坦言 明知道重量不足 但就当作是一个过渡骑 暂时把它盖上去 另外在东北有一座华宾馆 18号上午 整个屋顶突然崩塌下来 初步判定施工品质有问题 轻轻一敲 甘肃的水沟盖就破了洞 被细称为牛皮纸水沟盖 而且这里是新建道路工程 总长525.5公尺 投资金额约254万人民币 超过1000万台币 水沟盖都是新换上的 当时我们谁也知道 这个东西不合格的 就是想着是 我们前期会到了以后 那里就换掉就行了 明知道不合格 却心存侥幸 依照破掉的水沟盖型号 理应承重12.5吨 用在人行道或停车场 但是村庄的主要干道 必须使用至少能负重25吨 或是40吨的水沟盖 换言之 破掉的水沟盖 负重能力不到标准要求的一半 跟我们原来的公共和商联系以后 这40几个现在没掀货 我们就现在就是 临时采购几个几个几个先把这几个都换上了 瑕疵工程无独有偶 东北吉林白城市的一座滑冰馆 在18号一早7点半左右 突然屋顶整片塌陷 好在当时还不到营业时间 馆内无人 所以没有传出伤亡 有公司人员介绍事故的原因 初步判断为屋顶的钢结构变形 雪都还没下 屋顶上方没多余重量就塌下 论媒直指施工品质有问题 又一个疑似豆腐渣工程现行 TV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有民众指出 大陆当地的食品香辣 梅豆腐近期出现在台湾脸书地方社团 提醒大家要注意食品安全了 连线给记者张慧先 近年来台湾出现不少 大陆当地的零食和产品 而近期还有一个名为 香辣梅豆腐的产品 开始出现在很多脸书地方社团 有粉丝专业农艺女孩 看世界就发文提醒 台湾并没有食用梅豆腐的习惯 最多是吃豆腐乳或臭豆腐 而香辣梅豆腐 存在不少的隐患 首先长梅长毛的豆腐 制作过程中容易受到杂菌污染 鲜红香辣配料 可能是为了掩盖发霉的臭味 而这些产品 可能是大陆抖音流行的三无食品 不只没有安全保障 还要当心可能会干肾 提醒民众要留意 尤其青菜现在还要洗得更干净了 食药署最新公告 农药的残留容许量标准一口气 新增修订135项的农作物 部分的规定比国际上还要来得更宽松 还有6项的蔬果 修订量也比原本高出3倍 日本进口草莓农药残留也开放更多了 您买的青菜有洗干净吗 因为食药署最新公告说 农作物农药残留的修订量有改变 那么一共是132种的农作物 农药残留都有改变之外 部分甚至比国际上还更宽松 只是这样安心吗 其中就包含农药阿福平 用于番茄从0.15ppm 调整为0.2ppm 而放宽最高的是派灭分 用于来豆从0.1ppm变0.3ppm 护泰宁用于青花菜 0.7放宽到2ppm 农药可残留标准是原本的2.8倍 另外还有民众常吃的青葱 蒜等一口气新增三种可残留农药 像是沙满季亚昆满可残留0.6ppm 远高于欧盟0.01到0.02ppm 如果医学研究说没有问题的话 那是没有问题 当然最少是最好 是不太好了 放农药之前能够 反而卖给我们的 我们是能够都是一个好清理的 不少菜人族感觉不太放心 甚至还有日本进口草莓 过去屡屡因为农药残留问题 遭我国边境拦截 这次再新增三种农药残留标准 等于开放更多农药用于草莓 农药本来就是事来物 根据我们或什么东西 根据问题是 这个都是感觉上就是在服务厂商的 是要鼠则做出解释 会审查这个农药的基本毒性的资料 还有这个农作物在残留消退的一些基本资料之外 参考国际的标准 那最重要的是会评估国人对各种农作物的一个设施重量的一个累积的风险 换句话说都有参考国际上以及专家建议农作物毒性等资料来评估只是农药残留量当然是越低越好 即便符合规范难免担心 提片新闻花之身帐会先台报道 日本的男神演员刚田降生了18号被爆出婚讯 他将会和合作戏剧的高田冲西结婚 而随后两个人就在社群上头发表了共同声明 证实情定彼此 而过往的作品还有情史也被挖出来 钢田降生高田冲西合作日剧122好夫妻 饰演结婚七年允许婚外情的夫妻 但戏外两人可是情投意合 日本媒体报道两人假戏真做 从年初开始交往 更见过双方家人准备结婚 高田冲西更定制好婚纱 消息轰动娱乐圈 19号上午两人也发布声明证实喜讯 谈到他们从十几岁就入行 能够走到这一步多亏了大家支持 过去像最好的朋友 现在将成为夫妻 去年主演日本片快疫苗的他 翻拍自国片消失的情人节 钢田降生曾为此造访台湾 35岁的他一直是日本女性新州男神 让日网直呼打击太大 我喜欢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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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主动出极派 在过去跟主播林梦为交往过两年 高田冲西则曾与板口剑太郎 谈过四年恋爱 也是位跨国男神 演技方面两人都备受肯定 钢田降生演过花样少年少女等剧 女方则有过度保护的家瑞子等代表作 请订彼此祝福涌现 TVB的新闻庄前红婷一看报道 李宗盛正在世界巡演 日前睽違十年在新加坡来举办 他特别选唱了新的歌单 包含过去为他的前妻林一连创作的 伤痕 另一类的和林一连来同框 李宗盛带着巡演有歌之年 扩别十年到新加坡演出 自剧唱尽心坎里 与人拥有的天真 温柔的天分 要留给尘埃你的身 不管未来多苦多难 有她陪你完成 罕见唱的为前妻林一连创作的歌曲伤痕 一旁还播放林一连的MV 离婚二十年意外同框 爱有多少混 就有多少人 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 1995年来唱一个比较松弛的 这个歌也是 Million Dollar Hit Song 这个兔儿在新加坡第一次唱 没有提到前妻的名字 只说这是1995年写的歌 像喊经典歌曲还是原厂们唱得好 歌迷则说就是来看李宗盛的 这次舞台歌单都升级诚意十足 但如果你曾经在深夜徘徊 不要经意尝试放松的滋味 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飞 TVB的新文章权红尼台报道 美国的NBA公路队球员住家 遭到窃贼闯了空门 他把监视器画面PO上网 要求网友帮忙提供线索 希望可以找回失误 而这已经是近期第三期的 球星遭窃案件 先前泰勒斯的男友凯尔斯 他的豪宅也被窃 怀疑现在嫌犯专门锁定的 就是球星 监视器拍下两名男子在住宅前 鬼鬼祟祟 两人偷闯的正是NBA球员 Bobby Portis的家 月初他去参加对上 克利夫兰骑士的比赛 没想到住宅遭闯空门 气得他到社群发文 向网友求助 当地警方已着手展开调查 然而这已经是近期第三起 球星住家遭窃案 球长对四分为 Patrick Mahomes的豪宅 成为窃贼的下手目标 同队的Travis Kelsey 住家也遭殃 被偷走两万美元现金 等同新台币六十五万 以及造成约三万元的损害 Travis Kelsey的哥哥 更上节目爆料 因为住家遭窃 必须搬家 一连多起球星的失窃案 专家分析原因就在于 他们的日程太好追踪 因此容易成为下手目标 特别新闻 最好棒了 南韩零下二十度的寒流来袭 首尔的气温是暴跌 最冷的大观岭 只有零下七度 民众其实前一天还在穿短袖 一夕间就换上羽绒衣来保暖了 不过还是冷到手都快冻僵 另外沿海地区还发布了海浪警报 山区道路则是有结冰的危险 羽绒衣手套还有毛帽 寻人全副武装对抗寒冬 南韩各地气温奏降 一夕之间低于零下 海烈社报导 南韩北部上空 低于零下二十度的冷空气 深入内陆 导致南部地区气温暴跌 就连中午都只有十度 海边居民还要延防风浪 靠天吃饭的农民 还可能面临水结冰的麻烦 紧急到西海岸 以及江源道中情地区 连夜降雨导致山区道路失滑 还形成薄冰 随着冷空气退去 温度逐渐回升到两位数 但民众不敢大意 还是包紧紧避免着凉 第一篇新闻综合报道 接着关心的是 在晶片上头失去领先优势 加上了第二代三代米晶片 良率过低 所以现在外资疯狂地 抛售了三星股票 股价今年累计 已经是下跌了34% 三星启动了 抢救股价行动来应对 未来一年将会陆续买回 72亿美元的库藏股 三星电子的买股计划 周一正式启动 三星电子为了抢救股价 将斥资71亿美元 公司高阶主管全部买入库藏股 激利股价上涨6.5% 全部当选后 南韩股市出现恐慌性抛售 在外资大卖下 三星失手5万大关 股价创下4年来新低 今年股价已经下跌34% 只好使出回购股票这周 三星计划在未来一年内 回购总额10兆含元的股票 然后将买回的库藏股 全数注销 AI发展失去先机 三星在手机大战上提前布局 传出为了和华为比拼 明年将推出三折叠手机 机体可能比华为更坚固 另外苹果明年要推出最薄手机 三星也预计推出超薄Galaxy Slim 和苹果较劲 三星明年也会推出 使用高通晶片的AR眼镜 力拼明年获利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香港电影破地狱 在香港当地上映10天 票房非常亮眼 红磚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一街之隔 英文的秀却有双冠用意 原本担任婚礼策划师的黄子华 因为疫情被迫转行 在许冠文带领下加入殡葬经济 另一头许冠文的儿女 朱博康不愿接家业 卫斯亚碍于是女性 受到不平等限制 补出人走后的破地狱 强先在香港上映 居然在短短10天 卖了6000万港币 折合约2.5亿台币 之所以打造着剧本 是导演感慨 疫情百夜萧条时 唯独冰箱夜没有停下来 死亡大家中正会面对 却时常避讳 秦佩 梁佣廷 钟水云等演员 在这回也有演出 说起破地狱是道教丧礼中的重要仪式 带领先人走出九层地狱 师父会围着火盆 挥动桃木剑 引领亡魂 放下执念 多半是早年或者是非正常离世 才会有这样的安排 台湾部分地区也曾出现过 罕见提起来 已让人正式生死合体 基本上是罗杀上去 踏不到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詹书涵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